大家好,我是未来资产基金经理周源 今天的直播我会先分析一下二季度宏观的和市场的情况 然后简单聊一下之前关注度比较高的撑头债的问题 最后也会对未来的市场和政策做一下判断 随着一季度的疫情开放 经济的复苏恢复 很多外资投行券商都借机上调了今年中国全年的GDP的预期 同时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 当时对经济形势的定调是 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经济发展呈现回升的好的态势 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这么一个定调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当时的判断 还是过于乐观 叠加二季度的低基数 所以在二季度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政策的真空期 同时本届政府它的政策的理念也是想避免以前的大水漫灌 导致很多政策副作用的这么一个教训 所以想先看看经济恢复的情况 再做适度的政策调整 但其实呢 经济的恢复呢还是比较脆弱的 而且其中有很多内生的问题 就像我在上一次直播提到的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信心问题 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信心导致很多企业呢 不敢扩产投放 对就业的信心导致消费者不敢消费 然后拼命的存钱 对楼市房价的信心导致呢 大家呢只还贷款 然后呢不敢去买房等等 这个有点类似于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们先具体分析一下五月的宏观数据吧 你先看一下这个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个不像大部分的宏观数据啊 是反映过去的情况 那PMI呢可以说是 是短期未来经济的这么一个轻预表 五月的PMI的数据呢 可以看到呢 是低于预期的 可以看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都相比四月 出现了这么一个下滑 其中制造业啊 PMI跌到了融库线以下 这可以是 可能是过去十年 除了过去疫情两年之外 最低的一个水平 而同时呢 在前几个月表现比较好的非制造业 PMI 主要是基建和服务业构成的 也看到在五月 有非常明显的下滑 所以同这两个PMI啊 可以反映出现在 目前的这个需求和信心的不足啊 是跨行业的 反映出经济复苏的动能 还是比较弱的 还是比较弱的 那再看一下出口数据 在三月大幅超预期的出口数据啊 在五月份也出现了 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回调 侧面反映出啊 三月的这个超预期啊 有可能是这个暂时性的 如果分析出口转弱的这个原因呢 除了很多市场沸沸扬说的 供应链脱钩啊 这些都我觉得其中一个非常 这个关键的因素啊 就是在海外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 疫情三年 因为这个政府的这个刺激啊 其实透支了很多对商品的需求 而且在疫情放开后啊 很大部分的需求呢 转向了服务业 所以这个出口的转入啊 是有可能是持续性结构性的 那另外呢 其他的一些宏观数据 比如说工业生产指数 那也是从四月的5.6%滑到了3.5% 固定自然投资也略有下滑 那那个消费数据呢 也从去年的 从上个月的这个百分之十八的增长 也放慢到了百分之十啊 而看上去好像还是双位数很高 但这是基于一个低级数的情况下 另外呢 对经济影响非常大的地产数据里面啊 也在五月份开始 也是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 还是维持比较弱的这个水平 就连这个四月啊 相对比较强的竣工数据 也从四月的 百分之四十二的增长下滑到了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二十五 那这个 持续的这个 走落的需求啊 其实也在五月的这个通胀数据里面 也反映的非常的明显 这个CPI下滑到了接近零的位置 而反映大宗商品啊 和工业品的这个PPI 跌到了-4.6 那这是过去十几年 除了09年 和1516年 这两次这个之外的最低点 引用刘一辉的的话说 这个央行的印钞机已经开到冒烟了 那同时今年中央也是这个 这个大力的在抓集结 但政策 特别是货币政策 它的这么一个宽松 我们看就是没有办法转化到需求 这当中的原因 除了前面提到的信心 另外还有地产这个问题以外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紧缩 那在往年的下行周期呢 这个政策托底啊 特别是在基建方面 地方政府呢 其实是占非常相当大的那一头的 这是因为在土地财政的这个框架下 其实基建和地产呢 就像一个连体因啊 是分不开的 所以呢 在这轮的非常强的地产调控后呢 地方政府的压力呢 也是暴露了出来 从而呢 限制了地方财政的他们这么的一个释放 那谈到这里啊 我就也就正好聊一下啊 城投的这么一个事啊 近期这市场对昆明城投啊 非常的关心 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啊 我觉得呢 一呢是 知道这个地方政府债呢 是最后一个灰犀牛 担心它可能会导致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但这个同时呢 也是前面提到的就是 地方财政的政策对基建 以及这个实际的这种需求的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那简单看一下这个城投的这个规模吧 我如果以万德的3000家的城投的数据来看呢 大约是56万亿啊 当然了 这当中还有一些可能隐形的这个债务啊 是没有被统计在内的 但如果我们就用这56万亿来算的话呢 大约是中国GDP的46% 那所以呢 就算加上城投啊 中国的整体的公共负债率呢 其实还是不到100% 那相比很多发达国家呢 都是要低的 所以并且呢 大部分都是境内债 所以这个总体的风险呢 应该是可控的 但是呢 因为地方政府和城投的很多的这个偿债能力啊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特别呢 是在重要政府呢 要推这个经济增长模型的这个转型 从土地财政要换换到去这个产业财政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对地方政府来说呢 这个压力呢 还是非常大的 同时啊 就是不像地产美元债 国内金融机构 其实它的这个风险敞口呢 其实还是要大很多的 所以呢 要是中央不救呢 这个潜在的风险呢 那也是比较大的 从这个图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随着土地收入的大幅萎缩 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也开始明显的倒退 这对本就在很多是长寨高峰的地方政府 这两年来说 其实是雪上加霜 特别是像西北啊 西南啊 东北啊 等 部分的这个地方 它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 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 那今年很多地方财政 因为这个原因被动紧缩 包括我们看到像一些公务员降薪啊 新闻其实都是反映出了 地方财政吃紧的这么一个现象 从另外一面也反向导致了啊 这个今年的基建啊 包括这个消费的这个疲弱 所以呢 经济本身的这个这个弱负苏 那再加上地方财政的紧缩 以及没有在二级都没有很明确的 这么一个政策支持的预期 导致呢 最近的经济啊 和和市场情绪的萎靡 叠加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人民币疲软等一系列因素 那中国的市场呢 在五月也是出现不断的这个下滑 但是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时点 和和这个估值 无论是很多反映港股和中盖的这个成新中国 还是沪山三百指数啊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 已经很大一部分的这个pricing了很多风险和担忧的情绪在里面了 并且呢 我觉得呢 政府今年还是有保 GDP5以上的这么一个决心的 同时像提防颤折债 大规模爆雷这么样的系统性风险 我觉得是不是很大 所以呢 在这个时点 在这个估值 我没有必要过度的悲观 那从这张图来看啊 就是过往的经验啊 这个每当经济数据的大幅的下滑 特别是这个PMI啊 那是一个政策放松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天气一暴吧 这个随着四五月的数据的很明显的转弱呢 你觉得这个政策的放松的周期呢已经打开了 在6月2号的国程会啊 提到了经济复苏的基础的尚不稳固 需要进步稳定社会预期 提振发展信心 激发市场活力 那这和4月的政治局会议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呢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那之后呢 我们就陆陆续续 开始看到了放松政策的逐渐体现 除了6月2号国程会提到的研究促进 新电源车高质量发展措施呢 在6月呢 我们也看到了像青岛这样的 二线城市的这个限购政策 也开始继续做出了调整 上周下调了麻辣粉 那就是中期借贷利率 今天呢也无意外的看到了这个 LPR的下调 那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另外呢 上周的国程会呢 又提到了 政府在研究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 一批政策措施 那我的解读呢 就是 政府呢 会继续支持像新电源车 高科技 高端制造之类的新型产业政策 和更多的潜在的刺激消费的政策 那已经是在制定的路上了 当然 更大的政策方向 更大的政策和政策的方向 特别是那些比较更加重要的课题 例如地产的政策 以及地方债 这么比较大的问题上呢 可能需要关注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的 这么一个来定调 来确定后面的这个方向 最后呢 在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问题上 特别是中美的关系问题上 我们最近也是看到了很多缓解的迹象 比如说很多商界大佬 例如这个Tesla的Elon Musk 和JP Morgan的这个CEO Jamie Diamond 之前访华 微软的这个 这个前创始人 Bill Gates 上周也是受到了我们国家领导的接见 那这周 布林肯 国务卿布林肯 也来到了中国 相信了也是 这个争取为今年年底 这APA两国元首会 会谈 做铺路做准备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之前在这个美国的芯片法案 Chipped Act 就是冲在最前面的Micron 美光上周呢 也公告了 出乎意料 公告了在国内的扩产计划 那我觉得呢 这一系列的这个新闻啊 可能是预示着未来的 可能发生的一些 这个变化吧 所以我想最后啊 用八个字来总结今天讲的内容 那就是未来可期 无必悲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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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